英皇娱乐旗下双商人组合BOX因参加2012超级经纪人选拔脱颖而出正式出道 凭借优质的偶像条件事业一路顺风顺水 更迅速发行了首张音乐专辑路深受粉丝喜爱 但近日哥哥王子豪微博上忽然爆出 两人博庆期间泰国度假遭遇车祸受伤的图片引起广泛关注 在没有任何工作人员随行的情况下 两人如何脱离险境 目前伤势如何 日前刚刚回国养商的BOX接受了东兴娱乐独家专访 首次回云现场透露伤情 他那个我们在那边看那个喷火的表演 看完之后就很晚 然后回去之后天很黑 然后再下特别大的雨下越下越大 然后就暴雨 我前面我们突然冲来一个摩托车 然后那个司机一按喇叭 然后他就打盘 一转就把我喇叭给飞出去 恶劣的天气环境为BOX带来很大困阻 在重车强压下导致兄弟两人身上多处重伤 其中伤势最重的弟弟左臂造成严重骨折 头部更受到撞击甚至一度昏迷 肩膀这个地方我以为是 我以为把骨头撞出来了 因为当时它已经这么高了 肩膀不一样 两边不一样 我当时我在想 就这只手好像穿出来了 那个骨头 因为他头上脸上全是血 我当时以为 是不是脸毁容了 然后我当时想的是 没事怎么我也要把他先带回家 然后就算是毁容了 我也会养他一辈子 由于身处位置偏远 BOX只得第一时间选择自救 并在路人的帮助下 两人返回酒店 简单清理伤口 便迅速赶往医院 而在治疗期间 子豪对弟弟子杰 无微不适的关照 也让两兄弟的心 更加牢固地在一起 我回到酒店之后 赶紧就拿起那血龙头 给我们两个冲伤口 因为我们两个伤口里 全是泥和沙子 然后当时就一直在流血 就一直在流血 然后都是黑色的 对于初出忙碌的新人来说 便遭遇如此意外 算是不小的挫折 就连原本爱排满当的工作计划 也只得暂时搁置 而心态非常乐天的BOX 也表示目前正在积极养伤 希望尽快康复 与粉丝见面 我很想快点有机会工作 然后快点跟我们的粉丝 有互动的机会 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 他们的留言 就非常担心我们的状况 但是我们回北京的时候 他们还有来接机 所以我特别想 有一些现场的活动 可以有机会跟他们互动 就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